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德校園的何善恆教學大樓 我現在在本校創辦人何善恆博士的紀念銅像前面 何家一直對大學有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捐贈這座大樓也感謝何善恆家族向大學這麼多年的鼎力支持 我們將這座大樓明明是何善恆教學大樓 在香港來說我們是第一間高等院校的新建建築物 拿到八金級的評級 我們都算是開創一個先河 大家來到的時候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們這個的牌匾 是表示學校不斷去提升自己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好我現在就在我們何善恆教學大樓地下圖書館 這個地方我們以前一直叫做24小時的溫習地方 英文名我們現在有個名叫Space for all 即是說這個地方同學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都可以 圖書館關了正門都可以 可以在馬路那邊 有個入口可以24小時可以進來 我們有一個羅富昌特床室 也是感謝羅富昌先生對學校一路的很多的捐助和支持 這個特床室就是張學校覺得是比較珍貴的典籍 收藏就放在這間房裡 我現在也是在圖書館一樓 這裡所有的書籍都在這一層樓收藏 你看到這裡的環境都很漂亮 隨便可以找一個地方可以坐下 有時間進來圖書館 我想自己的心身都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過去這十年全世界的大學圖書館的發展都一樣 因為地方越來越珍貴 我們亦多了很多現在電子的收藏 這個就是彭情研討室 就是我們一個熱心的支持者 鍾志平博士對學校的支持 還有一些房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做一個捐贈 我現在就在何善恆教育大樓的二樓 這個是中間的很闊落的走廊 中間可以給同學 我們有些桌椅給他們休息聊天 後面就是一些課室 我右手邊的就是中國語言及文化研習所 我現在就坐在二樓的共享學習空間 我後面這幅長畫就是我們藝術與設計學系的學生 是共同創作的 開學的時候就很多同學在這裡是開會聊天的地方 我現在就在二樓平台花園 有時我們叫這個地方就是那個船頭 因為如果你在外面看 就好像一個船的形狀 看到是一個很大的草地 是一個大家去見面、聊天、聚會 都是一個很理想的地方 好,請你給我一杯Coppuccino 好,謝謝 我剛剛在河善能大樓地下的咖啡角 買了一杯Coppuccino 很多同學同事都很喜歡來這裡 下午也可以來這裡茶 坐在這裡也是很舒服的 在我們校園裡面很多地方 大家都可能找到一些叫做飄書站的地方 你喜歡的可以隨時在這裡看 這樣就不需要登記 我們希望就是一個很自由 鼓勵多些人去加護一些書來看 Support HSUHK 支持香港恆生大購